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特報 打完疫苗之後 當然大家都希望可以增加 集體的免疫力跟抵抗力 可是也有一些人 打完了疫苗之後 出現了不良的反應 包含有的是血栓 有的是可能好幾天 沒有辦法工作 或者有的人就喪失了性命 我們這兩天其實看到 包含了昨天在這邊 有開記者會的一個 基隆的攤商的太太 詹太太 她其實出來是深淚的控訴 她其實面對到 很沉重的一個經濟負擔 因為她先生在7月19號的時候 施打了AZ疫苗 但是陸續出現了不良反應 等於是說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所幸後來是用葉克膜救了回來 但是這9天的醫藥費用 也成為家裡非常沉重的一個負擔 現在我們在線上 就來跟這一個詹太太 來視訊連線一下 詹太太您好 您好 您好 我們昨天有看到您的這個記者會 就是有議員陪同您一起出來 不過您也有講到說 其實當你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需要援助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有些人曾經找過立委 蔡世映 但是沒有下文 但是後來找到了這個議員 來幫助您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 現在大家很關心說 像這個醫藥費用 大概有多龐大 以及這個過程一波三折 可能面臨到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很慶幸說現在先生真的是救回了這一命 可是現在也門前需要解決的問題 大概會是什麼呢 詹太太 現在醫藥費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不想 我只知道說 葉康姆一天要十幾萬 如果健保局不給付的話 健保局不給付的話 我就要一天十幾萬 健保局如果有給付的話 我一天要一萬多 那我還有一些美用藥負 一些致富的藥負 那我先生是我們家庭的經濟支柱 那沒有這個經濟支柱 我整個都垮了 我有兩個小孩 三個老的要養 那你叫我怎麼辦 那我大伯 禮拜六要開十道矮開到 那老人家現在就是 我也請不起看護 我請老人家 86歲的老人家去看他 我之前是有請蔡事業命委 他們有幫我處理 可是到後面也是沒有什麼嚇我 可是他們也是有幫忙 因為他有叫我去申請藥愛補助 可是藥愛補助 你也知道不會那麼快 那我現在我老公又出院在即 我是不是也很緊張 這醫藥費我要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目前還在醫院當中 我也是機嫌巧合之下 遇到那個韓議員 那韓議員他就說要幫我看看 不然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要去找誰 現在目前預估出院的時候 需要的這個醫療費用 大概會多龐大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到現在我不敢去問 我也我真的不敢問 那現在目前 那我預計如果再把醫護的話 我至少三四十萬跑不掉 可是現在就是你們夫妻倆一起 雇這個攤子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還有辦法雇攤子嗎 就是說你自己本身這個生意 還能夠繼續做得下去嗎 如果他這樣生病 你是不是還得要接著照顧他 那政府單位有沒有給你一些相關的回應說 這樣子的這個出現血栓的狀況是怎麼回事 政府有告訴你嗎 都沒有啊 就是因為政府方面目前都沒有 是我昨天 我說我昨天記者會開完之後 才有人陸續來光環 不然從來都沒有 然後我這我老公住交互病房 這半個多月以來 我真的是每天都很心驚難跳 嗯 然後我沒有辦法做生意 我每天幾乎一邊做生意 一邊很害怕 醫院打電話了 嗯嗯 然後三個禮拜後才慢慢出到 加護病房 在普通病房的話我就比較安心 可是也不能去 我也只能看 然後現在開學在即 沒有人顧他 我就只好請我公公去幫我顧 那老人家身體很不好 我只好拜託他沒辦法 看護衛一定要快三千塊 我哪有辦法去 是 你說這個血栓的狀況 這個醫院是承認的嗎 或者是說跟你們的醫師討論 他們是說這是疫苗引起嗎 他們有通報 衛福部 衛福部只有來一個公文 就是說他接獲醫療院所的通報 打疫苗產生的不良嚴重反應而已 然後我之前有問過醫生 護士 他們說這個沒有什麼作用 那只是打第二劑用而已 那你叫我請你何堪 我們以前沒有這樣子 就是不會手麻腳麻血栓的問題 他之前還想說 是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還叫我去做遺傳基因檢測 結果我遺傳基因檢測花了一萬塊去做 全部都正常OK 所以現在聽說你對疫苗的信心 真的完全瓦解 就是說你很怕家人再去打 我聽到你昨天記者會是這樣子講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政府說 因為你們面臨到這個狀況 可能不是單一案例 可能非常多台灣的人 跟你們同樣有面臨到這個施打之後 不良的反應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代表大家 來對政府說的 我是想說政府能不能給我們百姓一個 溝通的管道 像我這樣子 我不敢給我兒子去打疫苗了 我一個大二 一個高中的 高中的說要去打BNT 我也不敢讓他打 我家裡已經有一個出現這種狀況了 我哪敢說再去讓我兒子打 萬一又出現了我怎麼辦 我會我真的會垮掉 我們家整個會晚了 所以希望政府給予大家一個溝通的管道 讓大家不是打完之後 自求多福自己去就醫 自己想辦法 好 我們謝謝詹太太 因為我老公從發生到現在 我說真的 我沒有接到 那個衛生局的任何電話 我說真的 他們只發一個公文下來而已 其他我從來沒接過 是 是 相信很多人就是跟詹太太 面臨到同樣的狀況 我們謝謝詹太太跟我們視訊連線 反映出這些施打的家屬的一個心情 稍等一下 這個議長有問題 不好意思 徐大姐 我是林沛祥 我是市域的朋友 你好 我扶植林沛祥 我問一下你們不知道8月12號 你們不知道8月12號有審議委員會嗎 你們不知道 我真的我什麼都不想說 我只知道說那時候蔡委員 蔡司英委員的助理有請我去 申請要害補助而已 其他我都不曉得 申請完之後就全部都沒下文 是 所以感覺上面議長 議長覺得這當中有貓膩是不是 我們先來問一下議長好了 因為我剛剛要來之前我知道你這個案子 你昨天開記者會 然後今天早上我跟市域 就是韓議員通過電話 他跟我講今天這個案子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就直接今天下午去 今天後來韓議員也有去問 我也有去問 市府單位不肯跟我們講 誰是承辦人 然後只跟我們講說8月12號 有一個審議小組 結果上去去哪裡 現在還沒有回應下來 我以為說他們會跟你講說 至少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有這個審議小組 在整理你的案子 結果連這個都沒跟你們講嗎 好 所以現在感覺起來 就像這個詹太太一樣 遇到這種狀況求救無門的民眾 真的是非常多 我們謝謝詹太太 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其實現在很多人包含了 這個AZ也好莫德納也好 總共現在施打完疫苗 出現不良反應的累積起來 已經將近是700例死亡了 所以到底大家能不能拿到 這些要害補助 其實我們來看到 這個審議小組 是不是求援兼裁判 要害救濟是不是真的看得到吃不到 現在食藥署是調高了 要害救濟標準 調高到了這個300萬 可是我們來看 包含像是林靜穎高端的主持人 都名列在這些疫苗 要害審議小組當中 所以藍營就質疑說 求援兼裁判 那你們的判定 如果都是由你們這些 可能需要回避 相關利害關係的人來決定的話 那人民怎麼能夠得到真正的協助 跟真正的答案呢 所以高端他進行這個青少年的 安全性耐受性的免疫生成性 展開為期一年的實驗計畫 當中參加的醫生 包含了黃立民 以及這一個馬街醫院 兒童醫院的邱南昌 為這個醫師實驗團隊 可是我們來看 這當中為什麼也會看到 這個林靜穎的名字 很多人是覺得說 這個感覺上面 因為他的立場比較鮮明 所以有些人會有一種質疑的聲浪 但是也很妙的 昨天在這個指揮中心記者會上 他公佈了一個這個叫做這個七日 七日痛 七日痛的一個影響 包含了AZ 包含了莫德納 包含了高端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公佈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AZ莫德納打完那麼久了 你都沒有告訴我們說 七天之後的生活 會有什麼樣影響到 無法正常工作的一個比例 你看很明顯好像AZ莫德納 就是比較高 感覺上面高端好像就是比較少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施打量有關 也有人在講說 你隔了那麼久 AZ莫德納才跟著高端一起公佈 難道又是要大內宣高端嗎 所以種種的問題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打完疫苗 出了問題不知道問誰 然後你總是告訴我們一些 好像粉飾太平過的一些資訊 漢婷 當然我們為徐大姐加油打氣 然後如果有各種的善心人士什麼的話 希望你都可以來做幫忙 好 那再來一方面 當然是每一個地方的 這個衛生局的這個職責 再來是中央他審核的規範 是當前的一個流程 當前疫苗接種的不良 不幸身亡的總共有將近700 然後還在 還在世的 包含像徐大姐家庭的 這個所謂的不良反應 也有將近6000案例 可能我們在數字上看到 就叫做所謂的不良反應6000 可能你以為只是很單純的 暈倒 癱軟或不舒服嘔吐 但不止有症狀比較嚴重的 各式各樣 然後面對這個情況 我們第一個當然要問的是 那中央或陳時中 曾經承諾過什麼 在6月4號的時候 因為當時大家才剛開始打疫苗 6月4日打疫苗引發血栓 自費70萬元保命 陳時中說要由健保署 先支付救濟金 他說只要提出申請 中央一定受理 對於此案中央全力協助 而且他希望民眾安心養病 不要因經濟因素導致就醫障礙 中央一定全力協助 但很顯然的 從許多的案件來看 中央沒有全力協助 是全力忽悠 當前儘管是有所謂的 而且我相信因為立委 已經在徐大姐的這個案子當中 立委是已經反映了 所以蔡立委應該是 直接跟著指揮中心講說 你就依照你過去曾經承諾的 這個標準 你有沒有辦法先墊錢 不是說直接付先墊有沒有辦法 但可能指揮中心都說 這個沒有辦法 那就不懂 為什麼陳時中公開承諾 願意先支付的這些經費 卻沒有辦法實際的落實下來 因為等到要害救濟的審核過程 太慢了 至少要等半年以上 至少等半年 地方衛生局先審一個月 然後整個中央所謂的 再審五個月到六個月 有可能要審到七個月 錢才有可能下來 已經緩不济急 原水難救進火 而且更嚴重的 是在這一次 如果很多人都想要去申請的話 一定會發現 舉證責任太過龐大困難 因為他是直接被害 受害者的家屬來做舉證 要自己證明說 我確實是因為跟疫苗有相關 可是家屬又不是人人醫療背景 怎麼舉證 怎麼舉證 而且這個法條 他是在今年二月份修的 他把整個的嚴格定義修得 更加的苛刻 什麼 通常他是分成所謂的無關 相關和無法確定 但這個所謂的無關是怎麼樣 無關可能我們直接覺得很簡單 比如說如果純粹意外 或很明顯的那個叫無關 他在無關加了一個條件 叫做醫學未支持其關聯性 這句話有什麼玄機 因為他本來叫做醫學證實無關聯 比如說醫學明確判定 你的死因是癌症 這個就可以證明跟疫苗是無關的 可是這個叫做醫學未支持其關聯 也就是說我不用判斷你是死於癌症 也可以符合叫做無關 所以這其實就是透過法條上的文字 把可能很多的 他叫做無法確定的 但是都轉移成叫做無關 這個樣子當然大家就拿不到這個 受害的這些補償 尤其是審查的這些委員 我們看到就是護航高端 然後造謠前科以及助理在大便 非常專業的林靜儀委員 他也在裡面 他自己說那靠的是專業 可是他的專業是婦產科 可是整個的在疫苗受害 或疫苗受影響當中 孕婦的比例非常的低 沒有那麼多 因為孕婦大部分都打破燈 所以其實沒那麼多的孕婦 而且我相信也不僅僅是 如果要因為研究孕婦 而跟疫苗相關的 也不應該只靠林靜儀 還是整個台灣醫學界都沒人了嗎 當然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一切是不是都只是做好看的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指揮中心 這一切應該盡速 從寬 從檢 從優 就直接發放 有任何的不良反應 甚至是不幸亡固的 只要明顯排除是意外身亡的 直接都給錢 不要再讓家屬承擔這種痛苦 對 我們想再問一下副議長 副議長剛剛好像很想補充一下 沒有 我是滿訝異說 8月12號徐大姐還在線上 我是很訝異說8月12號 衛生局有直接回韓世育議員說 8月12號審查小組已經受理這個案子 到現在已經過三個禮拜 還沒有任何的下文 三個禮拜基本上人命關天 出了什麼事也就完蛋了 然後現在我剛剛問的時候 他們還不給我承辦人 我真的覺得說 這個是中央他們一定 這個東西一定是地方衛生局 報回去CDC 然後CDC再去裁定 那如果這邊的話 立法委員他在幹什麼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蔡立委 跟你講了些什麼 他有跟你講任何承諾說 這個什麼時候 案子會出來的結果嗎 有嗎 有嗎 許大姐可能沒有聽清楚 就是沒有承諾對不對 許大姐 對 他們還沒有承諾給我 那我今天不是說我要什麼補充 我現在的主要是我老公出院在即 那我的醫藥費是不是要去解 我現在主要的 我現在主要的生意就是在這裡 是 檢門前現在沒有錢可以出院了 對 對啊 我現在主要是這個醫藥費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 是要出院之前就要先卷解掉 難道我們沒有辦法政府有一個機構 或者是能夠幫助這些 同樣是血栓的這些家屬們 如果連這個出院前就像是紓困一樣 能不能趕快救急一下 菁英哥 我們短補一下 以這個許太太的 他先生的這個案子來講 這個伊賀某是健保起伏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許太太你注意聽一下 第二個 如果有問題的話 蔡委員會說林宥昌這個市長 或是我們副議長 都 我相信他們都願意出來 為你主持公道 所以不至於會讓你陷入這個困境 第二個 你說出院沒有錢去結清 你先出院沒有關係 那個錢慢慢處理 台灣的醫院不會說你不付錢 就不讓你走 對 我們希望詹太太 你趕快跟他們保持一下聯絡 希望可以真的給予你 實質上面的一個協助 醫師說你可以出院了 你就恢復你的政調 原先跟我講說 我可以先出院不用付錢 可以 哪有可能 我們明明哪百姓哪進行也知道 沒有去結算怎麼可能出院了 可以 人走了他當然會找 那我們是不是副議長 看能夠怎麼樣 後續跟議員 繼續來協助我們張太太 那錢的問題 我們都願意幫忙 不要說什麼三星人 是我們都願意幫忙 健保給務下剩下的 大概我們這些人來弄 大概都夠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我們廣告的期間繼續來 看看怎麼樣幫助你 休息一下嗎 回來